成年后五次作案 五次被抓 八岁以来大多数时间都关在监狱里面度过 不服输 想着要跟警察都 得赏识 他本可以改写命运 监狱里面认识个老板 出来以后给他做司机 买家乐 输了将近有小百十万嘛 费心机 再干一票 难逃罚网 你只能说你们的手段真的是太厉害了 上海是我伤心的地方 来一次被抓 抓一次就知道了 详情请收看东方110 我曾经都花过是不要再来上海了 为什么因为上海是我伤心的地方 来一次被抓一次 当天晚上也就想了 反正偷了就干这么一票吧 干完把这钱还完 毕竟小的也是偷 大的也是偷 只要不被发现 想写一本书就是说 把我从十八岁到现在内心这种倔劲 为什么偏偏选重上海 还有种种这些就是说 反正才种种好多好多 其实我也想写一本书 我叫云维海 今年三十四岁 我是一个被上海警察抓过五次的小偷 从我十八岁至今的十六年龄 我又十三年都在铁创里度过 2021年四月份的时候 我又一次刑满释放 打了八个月零工以后 我鬼使神差地来到上海 自我四月底出狱后 还是第一次来到上海 12月28日 我路过曾经去过的一个农贸市场 发现了里面新开了一家金店 看了一下看 就是感觉就跟有什么好事 即将要来临的事的 然后我就想回去 我就琢磨着 就把它偷掉 经过两天的一个裁点和准备 我决定实施我的计划 在做这个案子之前 我想过就是说 把自己伪装一下 这次不能失败 不能失败 一定不能失败 是整个过程相当顺利 大警察到场的时候 我早已经跑远了 老大警察进宫 失败一次解冒子上里面 银行和金店这些这种 是有继绑报警的 会和我们公安的 那个指挥中心110联网 那么我们派出的就是 接到分局的指令 然后接到这个110 什么东西就能顶着呢 经历没关系 那几万报警啊 被窍了 门被窍了 玻璃也被砸了 玻璃也被砸了 东西少了吧 少了 应该少 百分十一个 谁死了吧 没关系 所以他通知 通知行不出 当警察回放金店的监控的时候 我想他们肯定会看到整个座案经过的 店里这个摊头有用吗 有用 有用 快点去看 我们也能看 几个人去看 一个人 快的话蛮大 穿布无专的 还带着专业工具 凌晨1点33分的时候 这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啊 就是我 我费了老大劲 花了半个小时 才把那个卷帘门撬开 警觉 对啊 我当然得很警觉啊 我可不想再一次被抓 肯定把替脸打开两分钟 就没干了 是 但是我找火 2点08分的时候 我打开里撑着玻璃 成功进入店内 这时候呢 我突然听到一个店内的报警器传来的声音 知道有监控啊 但是没有想到他有报警 听到黄金那些警罢的事情的时候 心里就慌了 所以说 也就是三下五十八 赶紧弄点赶紧赶紧跑路 只有黄金现在支点钱 他为什么就挑这块 其他没拳呢 他肯定觉得好几几千 你搞那么 跟着网坑 一 二 三 我大约用了二十多下 我终于砸开了柜台 然后呢 快速拿取里面的东西 整个过程呢 我大约只用了三分钟 离开金店 我穿过马路 直奔农贸市场对面的 那一片树林 那里面呢 有我提前准备好的衣服 我怕警察会倒茶 做案之前穿的不一样 然后来做案的时候 穿的又不一样 然后在逃跑的时候 我穿的衣服又套了一件外套 总共是三次 两个小时以后 我已经从高速离开了上海 我猜啊 这个时候 警察们 应该已经忙碌一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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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外面 你看到外面 根本总统现在考虑到了 一肯定是一个 对吧 有经历 你们两个门市区 现在就可以开始看了 看看白天 可是从今天开始看 可是以前 包括外面 我那个商店 我们俩被人类伤了 真正的 买一团 这个虚一肯 不太疼 这个虚一肯 那我的老些有大肯 我们真的犯了 这个月 我的老池 那个老池 这个mos 我一肯 2点12分 他从农贸市场的一扇窗户里跳出来 跑到了市场对面的树林里 但于维海自名得意的伪装树 立刻就被警方识破 因为当时情况我们排扎下来 这个人穿白衣服的人 属于突然在监控市边冒出来的 就是之前这个人是都没有轨迹的 这个情况下凌晨2点多钟 从公园围墙翻出来肯定有问题 这个我们按照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 肯定就有效 2点24分 换上白色外套的一维海在附近的路口 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一路来到了闽航区北的一路 当时就是很多时候在排人跟排车 后来发现他是走过了这个路口 到下一个路口在七星路北的路路口 西北面有一个白衣服的人 扬着了一辆出租车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通过时间上前后点 排出其他的可能性以后 我们确定他应该是他上了这辆出租车 这当中其实也是花了很多的精力 换了另一辆出租车行驶了大约五分钟后 于维海应该到达了目的地 他来到了一处龙宅 门口有一辆白色轿车 早早地就等在那里 监控中 这个穿白色外套的男子就是鱼尾海 在现场他也背着那个包 海照看出来看出来以后 发现这辆车连夜就离开上海了 我们当时没有联系这辆车的驾驶员 我们也怕联系下驾驶员进入了什么 所以就是大量地对这个驾驶员 对这辆车进行排查进行侦查 在大量的监控排查后 民警发现 两天前穿着白色外套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鱼尾海 曾来踩点 结合他的来路和去路 警方正在一点一点接近鱼尾海 我出了两千八百块钱 让我赚车生意的老乡 把我送回老家 我说你现在给我送到老家 他说这么晚你回老家干嘛 我说有事家里有事 在一路上面 我也没跟他说 我做什么事 在回去的路上 我仔仔细细回想了一遍 今天的行过 感觉心里想想 哪里没做好 哪里没做好 反思了一下 我觉得今天的行动 简直就是天一无缝 但回想2006年 我第一次偷东西 那时候的我 可是太累了 一开始我们是打游戏 老是输钱 老是输钱 有个小孩 就是说 这个游戏机板可以卖钱 也没有口罩 也没有帽子的 也什么都没有 大不了 就是抓到以后 就是说 被打一顿 也没想到这个话 卖了几百块钱 我就和朋友 又去了游戏机房 准备赌一把 可前脚进去 后脚警察就来了 这一次 我被拘留了十天 做第二次被抓了 第二次官司吃过以后吧 不管是我做成功了 最终怎么还是吃官司 就是不服输的这种 就想这件事情 必须要做成功 第二次 我又被判了六个月拘役 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2007年年底了 我决心要和警察斗一通 我看中了 静安区的一个小区 那时候小区里没有探头 我也就没有做什么准备 如果家里要是有人的话 他肯定会开灯 所以说也是先选择 就是说 他就是说 家里灯不亮的入府 是这样的 这一次 我得手了一票大的 除了现金 手机 电脑 黄金首饰 这些呢 我卖了几万块钱 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黄金那么值钱 那是身上有钱了嘛 就是到处 也不再上班了 就是出去玩 一直出去玩 然后从外地回来以后 就是在家定被抓住的 我最终被判了十一年有期徒刑 这次我带了一个大跟头 监狱里的日子很不好过的 我发誓我再也不偷 感觉被这个社会已经就是说 淘汰掉了 出来什么都看不懂 包括手机也用不好 路上都是有监控的 那时候回来的时候都没有想着去做案 慢慢地又跟这个毒又有关系了 又想着去偷 2019年和2020年 我前后两次去别人家里 却只偷到了几千块钱 但没过两天呢 警察就又把我抓住了 我爸我自己已经伪装得很好了 以前小学上过什么言而道理 这都是自欺欺人 还是没有逃过你们警察的这个 这个制裁 所以这一次我一定不能再失败了 想着想着 我就在车上睡着了 到老家县城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了 我让司机远远地把我放下来 我前没有回老家 我就想把这个驾驶员给自走 知道吧 不想就是说让他知道我去哪里 我想已经都脱手了 我想回老家应该都没事了 我把所有的黄金 藏到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 忙活了一个晚上 我终于能找个酒店 好好地睡一觉了 我问你啊 这是什么 在哪里剪的 在哪里剪的 你就告诉我 在哪里剪的 那是我剪的 在哪里 在哪里剪的 什么时候 就在影上 什么时候 昨天 昨天 昨天什么时候了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什么时候 几点在哪里影上哪里 哎 刘凯 昨天找到你了 好好跟我讲 啊 也不要跟我来这个什么地方 你这么这么多年了 你这个都还不懂吗 对吧 没找到你 你找到你了 就不要去搞了 对吧 没什么好搞了 我走了 民警从余维海身上 只找到了四件黄金制品 还有东西呢 没有那么多东西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是我 昨天我跟你买 你不要跟我来这个 你想说就说 不想说 没问题 对吧 大家浪费点时间 你不要以为 我东西找不到 我肯定找得到 对吧 事实上 警方已经摸清了 他回到安徽后的 所有行动轨迹 到老家后 他并没有回家 而是换了身衣服 叫了另一辆车 赶到了他打工地方的宿舍 在那里逗留了半个小时 之后才入住了酒店 民警来到了余维海的宿舍 里里外外搜寻了 五个多小时 这个八平方米的房间 五个民警已经搜了个遍 也没有发现黄金的下落 但是他们在厨房的油烟机后面 发现了一把新的电子秤 这个是你们的吗 这个我们不知道 我们拿过这个 什么 隔八了隔离墙 好 隔离墙 有两句吧 有没有摄影过我们 你知道这里都没有调料 隔离的我们就说 抗了隔离墙 对 对吧 整当私用 我们都抗了隔离墙 抗了隔离墙 没有人会把一个 就是相当于是家用厨房 衬上隔离墙 没有人会把这个 衬放在头发隔离墙里 感觉应该是他所在 可能就是为了 衬脏物的重量 那我觉得 有些应该是 离脏物不远的 这时 在卫生间搜索的民警发现 掉点 似乎有撬过的痕迹 这怎么这么重过呢 不知道吧 我说到一般 得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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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哪能怪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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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过来 你把这个东西拿起来 你拿过来 好了 民警找到了五只袜子 袜子里装着的 果然就是失窃的黄金制品 这里应该是够吧 对对对 当于维海得知民警要带他去宿舍 他的神情明显紧张了起来 怎么样 昨天晚上给你开了 你别好好说嘛 再给你最后一次 就会东西在哪里 我没有东西 太好了 这什么 这什么 这袜子是谁的 以前是在我锅里 这不是你的对吧 给你智慧你都不要 你俩这十年 还到现在还在嘴硬 已经嘴硬了呢 坐右边 坐到右边去 对对对 坐到右边 对对对 在被压界离开的路上 于维海终于松口了 我配合你们 你又没配合过 你又没配合过 对 现在配合你 现在配合你 你们真的是 只能说你们的手当真的是太厉害了 你在外面到底欠了多少钱 三十万万 那个电话天天打的 你看我手机上面天天都打爆 这个钱怎么会牵下来的呢 赌 以前赌啊 都是以前赌的 我说赌的时候牵下来的 对以前赌的 我都是骗人的 赌什么东西 那是百家论 百家论 都做手交代 聊着聊着 一维海突然哭了起来 这次我去都好好交代 你管你好好交代 我们也不会为难你 对吧 你不看我 你也看看我 放松放松放松 放松放松 不要哭 放松放松 放松放松 我们更业无怨无仇 是吧 只要你可恕 对 对 你下次好好 下次出来好好 真的是脚踏实地 前一天年转 好 好吧 我曾经都花过是不要再来上海了 为什么 因为上海是我伤心的地方 来一次被抓一次 来一次被抓 抓一次 你知道 余维海撑过 这些黄金重量有700克 他心里明白 暗值超过了30万 如果被抓 将面临怎样的刑罚 在出去都已经40多岁了 40多岁肯定找不到女朋友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出去 年龄大了 再做什么事情 也没有 不可能有那么方便了 那就等于是废掉了 其实 余维海原本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命运 在他被判11年有期徒刑的服刑期间 认识了他后来的老板 但手上有了点钱 他又开始赌博 表面上是说在给老板开车 但是晚上其实都是在做百家乐 然后就是说一直在赢一直在赢 感觉就是说有这个天赋一样的 然后有一天晚上输多了 明知赌博害人 却怎么也摆脱不了 2019年和2020年 余维海先后两次因盗窃入狱 直到这一次他决心去偷金店 最后再干一票大的 余维海的困惑来自于他自以为 只要不断升级作案手段 就能摆脱警方的追捕 就在高墙内 余维海不知道 上海的盗窃案件数量连年下降 2021年以来 入市入民宅盗窃案件的破案率 甚至超过了96% 作为这座城市的守护者 上海警方始终牢牢守住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正因如此 余维海身手必被捉的结局 早已注定 日子 未经许可,不得了 年轻人 未经许可,不得了 未经许可,不得了 也未经许可,不得了